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这节中视新闻 我是黄玉兰 晚间的最新社会消息 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 在竹北到新竹的系统 晚上6点半左右 发生了大客车 还有多辆的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当时在客运上的民众发文表示 是坐在车上的时候 突然遭到猛烈的一阵 原来是当时客运撞上了前方的轿车 疑似是前面有车祸 后车也来不及刹车 因此导致了追撞 由于车祸当下正直下班的尖峰时段 也一度造成了国道回堵长达5公里 而警犯赶到现场厘清 一共有一大五小6辆车的连环状 造成了一个人受伤送医治疗